大家好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就新陈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小伙伴们注意了 完蛋了 彻底完蛋了 这个最新消息就是三中全会这个公告已经出来了 我一看因为我们是专业的 我一看不得了了 这个习近平就在所有路径里面 我们上个周末直播的时候 我们就分析过几种可能性 没想到这个习近平选择了一条最差 最灾烂性的一条路径 那就是一去不回头了 一条路走到黑玩多了 哎什么情况呢 我们分几个方面来一起悄悄看看分析问题 人事方面玩多的 我显现相当凶险 经济方面完蛋了 啊 这没想到的 所有楼市股市全部完蛋 全部完蛋了 就是 不救了救不了了 另外一头就是什么 深圳马上就爆炸了 深圳马上就爆炸了 这是连锁性连环炸 就是你三中全会这边一引爆 其他所有的东西都 都是岌岌可危的吗 本来 没想到深圳马上就引爆了啊 马上就就爆发了大规模什么讨心 讨要这个工程款 讨要这个 银行理财啊 所以都全全部出事了啊 在这边就就搞不定啊 搞不定啊 另外一头是什么 河北也造反啊 河北马上跳起来了 这个河北宣布 罢市哎 罢市来开始罢工罢市罢课 哎呀不得了了 罢市是什么 这个以前三罢里面影响最大 就是什么 就是罢市 这个影响最小就是什么 我当时我们的上证课的时候 这个我们老师都有给我们分析 罢课是第一个 就有有大学生 其实现在大学生躺平就是罢课的一种 罢课影响最小 你想这个罢课 你这个学生上小几天课 不太在乎 当时这个香港大学生不也是罢课吗 是吧 然后就什么 就罢工 哎罢工开始有工人罢工 不上班了啊 是不是啊 三合大神呢 哎 对吧 现在罢市就影响最大 因为现在现在眼前就一旦罢市 那整个经济整个GDP 那就停摆了 所以这个很多东西就 就现在已经走到最麻烦的一头 那还有一个什么呢 中央政治局宣布 不得了了 关于 关于总书记 健康情况的通知 也出来了 哎呀 所以到大家众说纷纭的这个中风 中央政治局官方通报 我们放在最后告诉大家啊 不得了了啊 所以 先说说这个三中全会这边啊 我们作为 哎呦 喂 这个东西真要专业 我这看那一头我这个还是得我 亲自下马 亲自动手 给大家解释解释解读解读 这三中全会 我一看 这细胞子竖起个尾巴 他要干嘛 我门签 那他这个他要干嘛 我都在他以他这么多年认识 他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 十几年还不知道吗 所以我一看那个哎 当然我看到市面上很多解释 还是不太到位啊 所以我就赶紧什么 赶紧 我都来告诉大家怎么什么情况啊 这个灾难性的情况 先说说秦刚这个事情啊 很多这个也报道了啊 就人事这方面 现在很清楚了 秦刚这个事情先什么的 现在现在三中全会说呢 接受秦刚同志的辞职申请 哎 这里面就有道道 就就秦刚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发现了 不是习近平一股脑门 就一抽风抽筋 就就就就把这秦刚拿下来 不是 现在正相反是什么 有人要怼习家军 因为秦刚是习习近平的人 所以现在是什么 有人就抓住秦刚的小鞭子了 然后就是什么 就是我捅他捅他一刀背 同志一刀就是什么呢 习包子千辛万苦 要什么 保住他 所以说因为如果习包子 要亲自拿下秦刚 那一点问题没有 是吧 那个民营就拿下来 不会搞得今天那么复杂 那搞得今天这么复杂 非常明确是什么 就是其他人要搞 就就什么 搞搞你习家军 我搞搞你习近平 我看看你怎么 我说我就怼你 我怼不了 怼怼你的马仔 是不是 就让你习近平难堪 哎 你不是在反腐吗 你们哎 你看你秦刚在有有有小型人啊 有私生子在在美国就怼他 这个事情就其他有 人就爆他掉 党内的内斗 就是习近平也没办法 就有些东西 这个证据确凿 你看你你自己人 李习近平用人不当 是不是 但这个习近平 那个也要找找个台阶下下 所以所以但里面是不是涉及到 有一些交换条件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人事变动啊 他就是一个内斗的一个结果 就是秦刚被拿下 就可能这个李尚福 还有魏凤和是其他派别的人 就互相就整 你整我的 我整你的 就整下面的人 然后就交换的一些一席 就这个他党类可能在这个 中央委员会是200多个人里面 可能在也有点像一个一席一样的东西 有有这么一点东西在里面 可见什么 可见细胞子根本的不闲啊 可见这个想多了 细胞子什么 十里三路武幻间 他什么都当独裁者 他当个毛的独裁者 现在看来他还打台湾呢 他没了本事 他自己的人他都保不住 那个秦刚 你看就要搞他 搞他 所以他这个很多东西他就 搞不定嘛 就是搞不定啊 这个整个党都不听他的 说句不好听 那你看就就我就我就怼你 还有一个问题 就习近平现在搞很多这个人事这方面 全是 我们不好说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呢 就习近平自己要拿下秦刚 但是也拿不下 是不是 倒过来还有还有种可能性 就习近平是习近平要拿下秦刚 对对最搞到最后竟然你也没秦刚战胜了 习近平 你看习近平就拿下他嘛 结果你一看 因为我真是清白 我一点个犯错都没有 你习近平拿我没办法 是吧 我就我就生个孩子在美国 怎么了 我就没贪污 我爱怎么生怎么生 到最后你看秦刚战 这个我们换个角度啊 如果不是其他那整他就是习近平整他 因为整他这个证明习近平连秦刚都管不住 秦刚要照习近平的反 你看习近平一点办法没有 说到现在为止还秦刚同志 或者说就就有一种更加乱 乱套的可能性 现在秦刚不知道在不在 他说他辞职申请的 就怎么回事 秦刚在哪见的吗 有这么神秘的吗 就说全党上下搞得神神秘秘的 对吧 你说啊 大家更没信心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底下的官员下面省长 市长 这是很大的一个团队吗 底下的人 哇 这个你上面究竟在搞什么 底下人都没底 所以我们不要只盯着中央来看 这这么大个国家 我们怎么管呢 底下每一个人要协作 但这样搞底下人能不能很好的 有一种信任和协作就没有 所以习近平这样搞都没法搞 然后另外一头就是经济政策这方面 我这个得大家分析的一通 练了很多 哎我一看我知道在干嘛 大家别看其他的 看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看什么 很多到现在为止就就我知道看什么 看时间 哪里其他什么的改革呀 什么什么 没用 大家别看那些 看什么 看时间 他定了一些时间和目标 这些是关键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他说到二零二九年啊 提出了个二零二九啊 之前有个二零二七是吧 现在又搞了一个叫二零二九 叫做中华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 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就这次提了一些改革任务 要在二零二九年完成 就五年之后 刚好呢 也也挑了这个时间就挑出来 五年之后 五年计划 然后刚好是成年中华民共和国 八十周年 然后刚好就完成这个任务 就这次提出这个任务是有时间的 啊 这个时间就五年之后完成 哎 那为什么这个 挑了这个二零二九年出来呢 哎 这就有点意思 就这次这个是因为他有个总称嘛 叫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决定 就所有这些东西就总称就叫做 全面深化改革 啊 怎么叉叉叉什么玩意嘛 啊 就这么个决定 对什么呢 就这个改革任务 在这个改革任务的就关键定时间 时间二零二九年要完成这个决定 那要完成他有没有难度 没有任何难度 到时候你看全面脱贫完成没有 完成了 他说完成完成 你们没有办法 是不是 你们等着看习近平就全面脱贫怎么脱 他就A4只脱嘛 A4只发出来脱贫的就脱贫了 然后这个李克强看不过去 有点良心的李克强啊 是吧 你压着全国六亿人收入不足一千块 你还全面脱贫 你这包子 你你这玩意啊 都没想到这个李克强有人性啊 这个细胞子 你你捅我搂着我 我干掉你 就就就就整整的这么难看嘛 反正现在党内就是非常难看 那就意味着这个什么呢 哎就说到关键了 2029年刚好又跨了习近平第三个任期 和第四个任期之间 那下现在习近平提出一个东西 要在他第四个第三和第四个任期之间嘛 因为二七年到期嘛 他 要卡 这个你看他 他现在习近平提出很多东西 涉及到很多的完成和提出的时间点和计划 这些实际上老百姓受不受益呢 靠边站 不重要 我说到时候A4只完成就行 那全面脱贫发 发个通知全面脱贫了就行了 啊 这个没没啥影响啊 但是为什么设计这些时间呢 我就告诉大家 就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已经有相当充分的准备了吗 继续连任第四届 其实是发出 这次三中全会发出 第四连任第四届的最强音 现在就去向党内就通告了 我连任第四届 其他的再说 就现在第三届不是做了一两年了吗 是吧 做了有个一年多了嘛 然后就开始筹备什么呢 这个没想其他 你你们老百姓你楼市崩不崩溃 你烂尾楼交付 交付 靠边站 人家领导一想想什么呢 我连他正在想方设法 你看筹备什么 如何连任第四届 这就习近平想东西 他没想其他的 他满脑子想的 都连任第四届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在卡了很多位置 往往这些东卡位就是 你看他他又到2027 然后又提出一个东西必须执行到2029 然后他又要2029又要到2035 每一个一环扣一环这些 这些东西就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拥挤执政 或者执政到他不想执政为止 或者说他觉得安排好了 他觉得OK了 是不是 为止 不然就先别动 是不是 这个先先别动 那你得先先一环扣一环卡入的时候 哎 所以有点意思 就这这些都是一个时间安排啊 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 也证明一个习近平没把老百姓 那是生活当当回事啊 你们吃什么柔什么煤矿柔 一大堆什么的 是中产阶级小 小小小市民 是不是啊 那个你跑出来啊 整天说你吃什么柔 我管你们吃什么柔 我想我地世界怎么连任安排 还是他天天花时间 你不是花在什么 你们要吃什么柔的方面 他花的时间 就他花五年时间筹备下一件 再花五年时间再筹备下一件 完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啊 也证明习近平现在下不来台 大家发现他永久执政的倾向是越来越明确 我们发现 也就他真是永久执政 他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落实有措施 永久执政的 那为什么呢 不一定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 有可能是背后所有这些集团就是什么 李习近平不能下来 也也就习近平下不来台 大家发现了 他下不了 为什么现在问题太多 问题太多 我们看到确实这次 很简单啊 很多人看看他很多表述啊 我告诉大家像我这种这在中国这个这个烂摊子 出来的 我们一看就知道他在干嘛 这是非常明显三中全会一个 我给大家两句话 全面表述 选择性执行 这就是三中全会 你不要大家看到什么 是什么都说了 你看他公告什么都说了 经济要稳住啊 这个政治要改革 民生要都稳 什么都说了 你看他好像什么都说了 大家感觉有点空 有点虚是吧 就是很简单很简单 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都这么干的 就有一件事情叫什么 选择性执法 就是他他现在很简单啊 这个三中全会 我们发现最近几次开会 我们现在非常明显 哎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中文实证博主像我这样 剖析的这么清楚给大家 现在在玩的是什么 全面表述就说是什么都说 你们爱啥说啥 啊个楼市也要稳住啊 就要防金融系统性风险 啊民生又要关心啊 食品安全他也会说说 什么都说 但是做不做另外一回事 能不能做成另外一回事 选择性做 在说什么都说 因为他也没有时间 他说什么时候做好 他也没说 是不是啊 所以就很简单的一种选择性执法 你也在中国共产党管理模式的一种一脉相承 也就是一种延伸 所以这是符合逻辑 就现在因为社会问题太多 不说呢也不行 毕竟有些东西不能挑明 是吧 这个就就像那个那个烂美楼 然后那个开发商是吧 我以前打交道的那些施工方 哎行行行案不会烂美的 啊该放心啊 我明天就去开工 是吧 结果明天又不来 就嘴巴他永远不跟你挑明 他要当皇帝 他那个老百姓你你不管 永远不会跟大家挑明 放心 在实际上什么呢 这些问题没法解决 这就很简单啊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什么 深圳啊 深圳楼市彻底崩溃啊 就是全国老百姓关心的那些东西 一个楼市楼市涉及千家万户这个利益相当相当厉害 楼市又涉及到这个金融系统性风险 能不能解决 没有办法解决 昨天晚上万科的这个 全部包含进去了万科的员工 还有 亲戚朋友全部都买了万科的理财 很麻烦啊 这深圳整个坍塌了 很多人都买了万科的理财 万科现在一分钱给不出来 现在说什么呢 有可能 说慢慢给 这再慢慢给啊 反正现在就就已经违约了 违约了之后 就迟一点再给 但是实际上他又给了什么能够换房 就就这么简单 其实 有钱他都不给 包括当时恒大也这样 现在现在万科也提出 你买我万科的理财 但 你换房 当时恒大也这样 其实就是很龌龊的一种手段 就是去库存 他有钱他都不给 不给 然后你换房 换了换那个破房 那个现在那个那个房子 就是建好了 质量一点都不过关 不讲质量的交付 那就是耍流氓 过两天就就危防了 那个交付有意义没有意义啊 所以中国玩的是很溜的 很多东西的明明面上他在安抚你 你包括保交楼 我给你保交楼 但是呢 我我给你交个只能用三年的楼 三年之后他就歪了 是吧 就就这么简单啊 灰色地带是相当多的 你没以为到交了就交了 没有那么回事 啊 然后这个所有三中全会他他给你说改革 该说的很好 然后之后做不做我就不做 现在就就没办法做 就这么简单啊 底下的人做不好 这个财 财检底下的人就就这样 所以底下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地方金融平台 还是还是政府财政所有完蛋 就现在三中全会很明确 对于楼市 对于股市 对于没有提出任何的具体的方案 没有具体方案 只有口号 为什么 因为口号是用来表述 不是用来执行的 具体方案才是执行 我们说了现在是全面表述 但是选择性执行 就是到时候这个逼得紧 就就这几点 所以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就有走一步 看一步 但是现在社会是否允许这样走一步 看一步 以社会是兜不得不住 那现在是失业率这么严重 地方的岌岌可危的情况下 习近平选择拖 就我们之前说 要不就马上宣布打台湾 要不就闭关锁国 要不就来个横的 结果要不就真正的改革 习近平也不真正的改革 也不来个横的 结果是什么 选择 拖的 他选择走出一条路就是拖的 他也没有破例做这种军事化的动作 也没有破例或者是实力 这个全面军管 也拒绝 改正正的改革 就是拖的 这个这个这个有点像清朝 成立皇族内阁 对吧 就就一样 就拖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严重缺乏对这个时事的一个判断 这是一种误判 就是他觉得拖的这个比较最好 结果没有几天了 这个清朝就亡了 就这么简单 是啊 所以就就就这 这是一头另外一头的河北 我们看到这个老百姓都开始造反了 全国里看那么多洪水 没有解决 现在就没有方案了 全部都口号 口号就只是用来表述的 然后河北五金城 已经就抢 全体商户罢市 没有退路 大家没有退路 底下老百姓我不干了 最后一代 不做了 所以整个市场面临停摆和崩溃和脆断 但是习近平毫无作为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他的权力可能也没人服务他 就导致一个结果他也做不了 他也不敢不敢改革一改革 他下台到到时候他可能被吊 吊在天安门上楼上面 所以这个这个包子他他啥也不敢 脱能脱一天是一天 习包子现在想方设法继续连任脱的 现在就习近平采取的路径就很简单 明白吧 所以才出现的民间 我们就说说到这个健康问题 所以才出现民间一种声音 这些这些东西大家不以为空穴来风 看这出现这种声音说他身体状态 就中国共产党现在是靠 这种东西在维系的 它是个很原始的政权 还有个黑帮 一旦你说这种象征性的东西 其实习近平没有一点人格魅力 崩溃的话就彻底崩溃 对啊说到什么 哎不是不是中国啊 其实是越共啊 越共就就发出来了 中央政治局 越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了 总书记健康状况的通知 说到个越共这个完蛋了啊 现在在ICU了 可能是吧 这个接受这个治疗了啊 那估计估计快快蛤屁了啊 越共快蛤屁了 中共也不远的 是吧 所以就就现在你看越共这个完页 他80岁 也也就是什么 搞不定 习近平要习近平这样拖到时候拖出大问题 他也没有改革的魄力 也没有真真正要不就向左走 要不向右走都不走 就拖拖拖拉拉好了 哎 现在就 最后以习近平这个身体状况 他搞不了几年 他过不了初一 他过不了十五 哎 所以底下的人这个反心非常重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人打十打七寸 一看就看到 习近平 你选择这样耗着是吧 那你身体能不能耗 我看你耗不了 对吗 或者说有没有给他一点压力 是不是啊 那个到时候就是习近平 那个你看他就曾中锋了 或者 假中锋也好 曾中锋也好 这个搞搞他 习近平完蛋 这个 但是他他也没有解决中国问题 所以中国也也是洪水滔天啊 先说那么多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 好 上 billion 英雅